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不定他现在正在清河县寻我 不说了 我信你还不行吗 快 走去看你什么热闹 走 走啊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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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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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门大官人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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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打虎英雄是谁吗 还不是他爹的儿子 还是他哥哥的兄弟呢 爱他是谁不是谁 他哥哥叫我大 不要再混说了啊 你不是有个兄弟叫五松 五二郎 身高八尺 力大无穷 今日啊 不说这些 那打虎英雄就是你兄弟 我亲眼所见 果真是啊 想你们家兄弟都快想吃了 你要真有个打虎英雄的兄弟 那月中的嫦娥 就该是我妹子了 千真万确 我亲口问的 走走走 只限留他吃酒 准备留他做本先的都头的 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 打开墙便是一家子 娘子何苦整日把自己关在屋里呢 娘子 婆婆有事啊 拙夫不在家 娘子 我 我 我想借个鞋样子 好 我与婆婆拿去 等下 你 给 打开我 理 别看这五大挫子 到这般有福气 婆婆不知 我那夫家 倒是个老实厚道之人 是他不叫你出门的 是我懒得出去 还是家里自在心 可不是吗 你人家就跪在个本分 像娘子这模样 若是走在街上 婆婆 你看这个斜样行不 娘子好针线 婆婆过奖了 看你这针线 再看娘子的模样 这阳谷线可挑不出第二个 你莫不是出自大户人家 娘子 娘子 你看这是何人 兄弟 快见过你嫂嫂 嫂嫂 请受武松一拜 叔叔快请起 只要杀奴家了 你 你 你不是那大火英雄吗 王干娘好眼力啊 他正是大郎的同胞兄弟啊 叔叔万福 大郎啊 你竟跟老臣说笑 你长得这么粗 他长那么高 这世上谁见过这等稀罕之事啊 小兄弟 你再点瞎杀 我走 王干娘 请王干娘替我办些韭菜来 恭喜啊 谢谢啊 快请坐吧 快请坐吧 我哥哥柴近柴大官人 在他庄上躲避了一年多 哥哥是什么时候成亲的 你走后三个月 又没人给提亲 你嫂子是亲和见张大虎家的 翠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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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 翠 翠 大郎 早些回来 叫叔叔一起回来吃饭 走 五大 早啊 早 大郎 你家兄弟几时回来 他在衙门里做事 身不由己 隔三丑的常来看我 五大好福气 家有良妻 外头还有个好兄弟 他那兄弟可是我认来的 小油嘴子 人家的兄弟 你认得那门子新 你家祖坟上没长那根草 你敢骂我 叫五都头来收拾你 好 退饼 退饼 往外出 好好给大家 看来 崔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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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饼 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门 回来了 回来了 叔叔呢 他说他一会儿回来吃饭 我先回来了 他在后面 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 他面上不好看 既是同胞兄弟 还怕别人笑话什么呢 我是替兄弟着想 如今他是官府里的人 与我不同 嫂嫂 吴松见过嫂嫂 叔叔老这么多礼 客人似的 奴家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吴松只是敬重嫂嫂 我哥哥为人老实厚道 如今有这么一个家 却得感谢嫂嫂 一手操持 嫂嫂怎么了 就是你哥哥 你没说过像这样的话 如今都是一家人了 莫再说什么谢不谢的 让外人听了笑话 嫂嫂说的是 叔叔快坐 奴家这就弄饭了 有了嫂嫂 天底下的事啊 可真是无奇不有啊 那哥哥长得跟那个三寸丁枯树皮似的 是又黑又粗又琢 可那兄弟长得高高大大的 有模有样的 你们还不知道呢 那漂漂亮亮的小媳妇 偏偏守着那个武大 整日的不出门 你嫂嫂嫂 原在大户人家做丫头的 破失些礼数 烧的好菜 也做的好针线 哥哥好福气 有了嫂嫂 这家也像个家了 叔叔平时自己住在衙门 莫非不冷静吗 你一个人惯了 再说平日也有兵士侍候 叔叔请坐 那些粗人呢 造上造下 手脚也不会干净 会做的菜也少 能有些便样可口的吃 都是你哥哥不小事 自己的青骨肉 也不说请回家里来住 嫂嫂一番好意 武松心领了 只是这衙门里的事 没早没晚的 也不好麻烦嫂嫂 不就是天生筷子吗 再把那片房 给收拾一下就行了 平日里叔叔要想吃些热虎汤水的 也都随心 叔叔要不肯搬来住 到家街头邻居 笑我这个做嫂嫂的不容自家兄弟 叔叔若来了 我脸上也有些光彩 嗯 即使你嫂嫂说了 兄弟听话 明日将行李搬来就是了 好 那武松 先敬嫂嫂一杯 叔叔 我真是个痛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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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请 好 叔叔以后住在这就是自己的家了 缺什么少什么 只管跟奴家说 千万别见外 我们兄弟自小受苦 没有爹娘 如今多亏了嫂嫂 才有了这般福气 早早 辛苦了 你说我心里老少 你家儿郎是怎么摆得不看 他的功夫把我嘴了点不得 古今儿 我得跟他学一学 他能叫我吗 扫苏 扫苏 回来了 叔叔先坐 好 你哥哥一会就回来 农家先帮叔叔温壶酒来 好 嫂嫂 我来 不劳叔叔动手 嫂嫂辛苦了 叔叔别动 嫂嫂有事啊 叔叔还没有件换季的衣服 奴家手镯 好歹也给叔叔坐一件穿 平日也惯了 没觉得冷 叔叔站好 让奴家量量尺寸 来 来 来 叔叔身量真好 怨不得能打死老虎 叔叔上宫辛苦了 真热吃了吧 多谢嫂嫂 我送自享受苦 嫂嫂对我最好 真热吃过来 我和你一面 你是不是 我吗 你是不是 我看看你 在 没想到你对我心里真好 只记得我们屋里暖和 忘了叔叔屋里 没一块火星 都给你这嫂子想着 没一块火星 没一块火星 五松五礼 惊吓了嫂嫂 叔叔下上奴家了 吹饼 翠梨 吹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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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大官人 到小店来坐坐 不了不了 改日再坐 好 您走好 大官人坐好 你 你 奴家一时失手 打同了官人 不妨是 只恐娘子 闪了手啊 官人羞怪 不是诚心的 诚心倒好 谁让大官人从那屋檐下过呀 打得正好 官人走好 大官人 那眼珠子 要掉出来了 这 不知是哪家的娘子 看去面生啊 她是阎罗大王的妹子 武道将军的女儿 大官人 来碗酸梅汤啊 我跟干娘说正经话呢 老神跟你说的也是正经的 你没见他那男人 就是那 每日在街上卖熟食的 官人不妨猜猜看 糟糕 徐三的老婆 要是他呀 倒算是一对 那 云淡李二哥家的 要是他呀 也算是一双 大官人 你再猜猜 我 我猜不出啊 自古道啊 好汉无好妻 赖汉去仙女 这小娘子 偏偏是三寸丁枯树皮 武大郎的老婆 好一块羊肉 掉进了狗嘴里了 那就好 吹病 吹病 看看 garage 哥哥 天都晚了 快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我再卖会儿 哥哥不见 这街上都快没人了 还有十几个吹饼 卖完了就回去 你别等我 咱又不缺这个小钱 哥哥 这是何苦啊 鸡少成多嘛 自打你回来 也没人再敢欺负我 吹饼也卖得多了 我心里高兴啊 想多赚几个钱 以后派上大用场 你快快回去吧 回去吧 回去吧 哥哥 那你快回来啊 好 你先回去吧 吹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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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叔叔回来了 来 叔叔 自武宗回来不知给嫂嫂添了多少麻烦 叔叔休这样说 今日特为嫂嫂扯了一块衣料 王嫂嫂不要嫌弃 还是叔叔会疼人 叔叔真有眼力 这料子真合我心 武松也不会买 只要嫂嫂喜欢便好 叔叔 你等着啊 我给叔叔做好了 不知是否合身 叔叔试试 多谢嫂嫂 叔叔 叔叔 这里有火 免得着凉就在这儿试吧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你还要避奴家吗 嫂嫂手巧 不必试了 不 叔叔还是要试 奴家要看到叔叔穿在身上 心里才踏实 嫂嫂莫急 等哥哥回来 再试不吃 她能看出个好歹啊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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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的酒菜和果子都在这里了 多谢婆婆送来 婆婆 家父一会就回来 你先歇会吧 不了 我这就回去了 嫂嫂手艺真巧 你看 还挺合体的 来 王甘娘看她什么 小心把脖子扭折了 我家的猫丢了 哪有腥味往哪钻 怕人家打断了腿 就隔着墙 闻闻味儿 王甘娘快成精了 还知道猫的心思 大官人 干什么来了 好 来杯酒暖暖身子 王甘娘可有好酒好菜啊 我这有二斤苦胆 给大官人留着呢 好 做这么多炊饼 几时能卖得完呢 多卖几个 算几个 咱们家吃穿又不缺 还有叔叔贴补些 够用了 怎么说 怎么会这么重啊 何必这么劳苦呢 我想啊 多赚些钱 攒起来 早晚托王甘娘 给我兄弟说门好亲事 是叔叔托你的 兄弟这么大了 在线上 好歹也是个人物 好 这孤零零的 我这做哥哥的 怎么能不管呢 惠离 惠离 来叫你了 去吧 我走了 我走了 吹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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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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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回去 我可要回去了 脚都冻僵了 你回去吧 我卖完这几个就走 我走 给你爹带回去 别忘了明日到这儿还来叫我 好嘞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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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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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